五舊楼墓 新名宇宙工程师 今天咱们又要欣赏作品啦 这次呢 是一个堂客 哎 好久没看到了 走 看看剧 帅呀 这样战士有点意思 好了 把外壳装上吧 这就是完全体压 啥玩意儿 逻辑坦克 啥呀 肥肠外壳是个秘密 等一下跟你说 呃 行吧 话说这武器确实挺多的 那我去试试手感吧 拉紧履带 走你 我去 怎么抖得这么凶 这外表外壳固定嘛 但是形势是没有大问题的 那我试一试后退 还行 没啥大问题 转弯呢 这就是你给我说的 形势没有大问题 这款坦克特色是武器很强 嗯 那就再新你一次吧 整个炮台都能旋转 不过没有达到360度水准 基本只能覆盖正面和上方 先试试两个小机枪的威力 嗯 还不错 速度挺快的 都快有加特林的感觉啦 再试一试主炮 诶 这个是喷火器 没错 主炮其实是刚刚的小机枪 这样战场上可以迷惑敌人 行吧 起码喷火器这样放 不会像上次那个直接烤炮关导致炸糖 再试一试后面两个导弹 诶 怎么爆炸的是绿色的东西 没错 这就是他们精心研制的病毒炸弹 病毒炸弹 怎么听着有点心理发怵啊 诶 我和人类一起研制的坦克去哪啦 这个导弹是不是只能第一空飞行啊 不要是用来攻击对面坦克的 嗯 那还行吧 花里胡哨的挺适合我 然后就这样啦 还有秘密武器呢 啥玩意儿 炸弹坦克变身 哦去 这是啥呀 这是工程头弹装置 看后路 不错吧 这就是没装外壳的原因 牛屁呀 而且变身非常灵活 有点意思 不错吧 就问你服不服 服啥呀 一转弯就爆炸 怎么开出去战斗呀 战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